因应美国总统川普越来越严厉的移民政策 不只让在美华人各个人心惶惶 最近美国移民局更爆出杰出人才移民绿卡 出现排期大倒退 对华裔申请人来说是福还是货呢 东森新闻记者杨平俊 特别专访2017年台美律师协会的会长 陈启根详细说明 谢谢主播 美国作为一个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 至2015年出现了EB5投资移民绿卡大排期之后 今年备受瞩目的杰出移民绿卡也出现了大排期 到底这是一个自然产物 还是川普收集移民政策后的一个反应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南加州知名律师 同时也是2017年台美律师协会的会长 陈启根陈律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陈律师 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当前的移民局的移民政策是什么 目前的移民政策的确是有明显的更严格 那不管是H1的申请啊 其他种的工作签证申请或甚至依亲移民 我们都有注意到说移民局现在的审核度 它的这个精准度的确是有提高 虽然法律上的规定 还有它的这些底线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是他们在审核的时候有注意到 他们的确是会更严格的 那么EB1结出移民绿卡 为什么会在今年提前出现了一个大排队的情况 在这杰出人才里面全国每年的工作 或者是投资的这个种类的绿卡里面 它占于大概28.6%左右的这个名额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排期呢 是因为EB1中国人的申请有急速的增加 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500多个案件 而2016年10年以后现在有6000多个案件 所以就是为什么它会占掉非常多的名额 也开始有排期的问题 所以这个倒并不是一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上 要可能要防止中国人过来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因为名额被用完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已经提交了EB1绿卡的申请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继续等待还是转换跑道 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是 每年移民局的名额是9月开始计算的 因为美国的国税局的 对不起美国这个税年 它是9月到9月嘛 所以它的名额也是9月的时候用完 然后10月1号开始重新开放下一年的名额 那去年的现象的话 去年EB1的申请人大概有6000多个案件 所以我们去年的8月跟9月的时候有看到排期 所以那个时候是了解说可能名额快要用完了 那今年现在6月就开始有排期的意思是说 名额可能到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用完 所以移民局预测说从今年的6月到今年9月底的时候会需要排期 那给一些人的建议是如果已经有做这个EB1的申请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走 不需要说现在因为这个排期而去转另外一个轨道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移民局现在做这个EB1的排期的时间是规划在2012年的1月 而这是全部的排期里面它算是最慢的 你如果说今天转另外一个轨道到其他东西的话 你还要再考虑到申请的时间 有些EB2或EB3需要有本科或本科更高的Master或PhD的那些 或者是你今天假如说要转去做这个EB5投资移民的话 我们都还要先考虑到说 你之前要做申请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功夫 很多EB2或EB3的准备功夫可能就要至少6个月 甚至有时候要一年的时间 谢谢陈律师的耐心讲解跟详细说明 这边要提醒所有观众要及时更新移民局的最新动向 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伤害 我是中生新闻记者杨平俊李中瑶 现在把镜头交换给棚内